今天是马航M1370航班失联的第二十三天 中国和澳大利亚空军各一架飞机在当地时间二十九号 在南印度洋新搜寻海运时发现了多个疑似马航失联客机的相关漂浮物 多艘舰船正在赶往这海域 二十九号上午中国空军的一二七六运输机在澳方二十八号新确定的搜寻海域内发现三个疑似与失联客机相关的漂浮物 分别成白色红色和橘色 失联的马航客机的外部涂装包括白色和红色 中方机组人员随后向这一海域投放两枚标志弹 当天下午第一艘进入新搜寻海域的中国船只海巡01轮抵达这里 利用船载直升机和船载小艇展开立体搜寻 如果要是在海里面找到漂浮物 也是可以分两种情况来做判断 如果上面有明显的马航标志 这个可以做出一个最初的判断 肯定就是了 如果有些东西受到破坏 不管是哪些设备 并不能马上做出判断的 需要带回去做材料物理化学生物方面的一些分析 才能得出判断 截至29号 MH370航班失联已满三周 黑匣子脉冲信号发射器的电量 只能在维持大约一周 搜寻工作的节奏日益紧迫 根据搜救任务最新进展 7艘中国舰船于当地时间30号 在澳大利亚珀斯以西海域会合 开始实施对近32万平方海里 新任务区的协同搜索 这片海区将被划分为两大块 海军01船 南海旧115船和东海旧101船 负责北部区域的搜索 海军4艘舰艇搜索南部区域 海军舰艇采用从外至内的收缩搜索法 井冈山舰和昆仑山舰 由东西两头向中间靠拢 海口舰和千岛湖舰 由南向北推进 逐步缩小搜索范围